好的 好 我們剛剛那個柱子的部分一直忘記講 像一般都會有梁跟柱 那梁的部分 大部分在上面 所以我們 會用另外的方式做 但是柱子的部分比較沒有 柱子其實就是把它當 就是用牆壁 只是比較厚的牆壁 這樣應該就會比較清楚那個概念 所以你看我們到這裡來 到這邊 假設我這裡要一個 我就先畫一個小小的 好 結束 但是我現在畫了這個 有沒有發現很小對不對 嗯 現在這樣不夠 那怎麼辦呢 點兩下 兜兜 因為你可以 那等一下 有看到錯了 當然可以 它在下面有沒有 好 我現在帶來外面 好 OK 好 然後點到這個 好 你把它點兩下 柱子的 厚一點 是不是就比較像正的 綠色的柱子 就是我們講的牆壁是厚14公分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如果你需要它比較大一點 比如說你要到60公分 這樣有沒有比較厚一點 這樣會的 那你就把它擺到你需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裡看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柱子就出來了 就是一般我們牆壁 就是結構上本來就會有這種梁跟柱 那梁的部分呢 我們就是另外的方法做 因為牆壁它本身有一個很重要的特性 所以牆壁就是 黏在地板上 但是柱子是不是要放在天花板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能就沒辦法服務 那所以 有兩種做法啦 一種就是用二樓來做 另外一種就是另外一種 好 所以這個先跟各位分享一下